在这个单中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浏览附近热门地标照片 那这个方式是怎么样一个做法呢? 首先第一个,在IG的下面那个放大镜的地方 图示你要不要点一下,点一下进来以后呢 他会搜寻一些资料 那问题是这些都是什么? 相关性的账户的 那我不是,我只是要查一下附近有什么 有名的地标,热门的地标 那我就点右上角这个图示 点一下以后呢,他就会探索周边热门地标 那我会跟你讲,你现在在的地区是松山区 然后附近呢,有什么样的热门地标? 第一个,大家河滨公园有没有? 你会看到的 第二个,松山机场观景台有没有?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移动 上面这个是可以移动的 那你移动当中呢,你就看得到 哦,还有哪些热门的景点 热门景点,那这个加几件代表有几个人 在讨论啊,几个项目在讨论 下面呢,是让你选择 他这边都是要餐厅的 可是我不是要餐厅呢,我可能要咖啡店 那我就可以点咖啡店 点咖啡店以后呢,他就自己重新 review一次 然后你就看到,哦,这附近有哪些的咖啡店 哪些咖啡店 然后下面就有什么跟你讲有没有?有多少则贴文 有没有看到哪些咖啡店那多少则贴文 那万一家你对那个咖啡店有兴趣的话呢 你还可以干嘛,点一下 哦,他就会跟你讲这家咖啡店的相关讯息 有没有,以打烊 哦,这家咖啡店已经打烊了,有没有 哦,那万一家 那我换另外一家,可能还不错 我就好,换这一家 有没有 唯米野林台北店,有没有 哎哟,咖啡店还在哈 咖啡店还在哈,有资料的哈 更多资料发,有没有 路线什么的,发讯息 联络资料,有没有 你都可以看一下联络资料,有没有 电话号码,email,都会出来 方便我们呢 去找寻,吃喝玩乐 诶,可以马上找到附近有哪些适合的地方 哦,哪些适合的地方 嗯